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連續三天元旦假期 有民眾特別來到婦裡的侏羅紀事件 今年是舉辦第三屆稻草藝術節 社區農民和婦裡國小的學生 利用稻草、竹子及漂流墓 打造出侏羅紀公園裡頭各種恐龍 包括了暴龍、假龍、劍龍等等 在園區裡頭都看得到 而大門口還有兩隻大猩猩在一旁守候 逼這模樣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打卡拍照 被守門員巨大猩猩抱在懷裡 還有各種大型恐龍陪在一旁 你能想像這全是用稻桿竹編 以及漂流墓刻畫出來的模樣嗎 逼這模樣讓人彷彿置身在侏羅紀公園 不理鄉舉行第三屆稻草藝術節 找來社區農民以及不理國小學生 一起動手玩創意 農民把恐龍世界搬進到田 吸引不少人前來打卡拍照 但民眾欣賞的同時也要記得好好愛護 不要隨意踐踏大家的心線 我們總共有行李做 然後還有很多大家在關心的說 欸 那今年我們為什麼沒有做熊 因為我們有一隻熊來到我們福里的稻田 吃我們的米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農曆過年之前 我們也會在這個田區會打造一個 媽媽帶著小熊在我們福里的稻田 吃我們稻田的這個熊 熊我們也會打造 這個都是賣個關子 在過年前我們一樣會接待 趁著好天氣連假出遊 園區有限人潮 民眾來回穿梭打卡拍照 展期預計到今年暑假 農會也邀請遊客一同穿越時空 回到侏羅紀時期來場奇幻冒險 接著高雙雙幣相采訪報導